丁字号木箱的失踪 本该是个隐秘 可消息却不静而走 等代表团抵达巴黎 关于文件的丢失 已经有了数个版本的传言 有说是总长途经日本时 被日本间谍买通了身边随从 盗走文件 有说是在邮轮行驶到半途中 遭遇了偷窃 也有说总长在横滨时 曾有御医前来诊病 是总长意志薄弱 把文件送给了日本人 日本人也在逼着总长辟谣 说是有人要蓄意影响中日关系 流言滋生 无法遏制 一场舆论战 在和平会议开始前就拉开了大幕 而对于这个文件箱 傅同文在邮轮上 甚至到了纽约也没有对沈希提到过 沈希是在巴黎租住的公寓里看到报纸 才获知了这件事 而现在 沈希发现 这份去年十二月中旬的报纸 竟又出现在傅同文的书桌上 窗外 已是初夏六月 沈希握着那份报纸 心向浮沉在水里 自从租住了这间公寓 书房里到处可见报纸 英文 法文 还有日文和中文的报刊 傅同文和谭庆相 曾给他讲过 报刊是一个战场 能够引导舆论 博取民心 所以一到巴黎 代表团电报回国 要的第一笔钱就是舆论资金 用来打点巴黎大小报社 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 傅同文也投了不少钱 打点日本和国内大小报纸 所以他收到的最多的包裹 都是报纸 沈希挪开十二月份的 下边一份就是五月的 在讲国内的学生运动 傅同文走进书房 他穿着白衬衫和西裤 肩上却披了件中式的长褂 灰白色的 他一直不穿旧式的衣裳 这件还是沈希私下里 问驻法公使 要了一位华人裁缝的地址 特意让人缝制的 西装过于拘束 也重 还是长衫轻便 傅同文初见长衫 很是意外 虽不习惯 但也照沈希的建议 披着郁寒 久了 反而决出沈希说的好处来 报纸上说的话 看看就好 都是旧新闻 傅同文走近 把一顶巴默正流行的 帽颜翻转的中型女帽 递到沈希的眼下 你要迟到了 我很快回来 不用急 傅同文说 难得你在巴默见个朋友 只是不要到天黑 嗯 沈希接了女帽 在手中握着 若非要紧是 她是一秒 也不想离开她 沈希并没有和傅同文说见谁 只说是大学同学 傅同文也没追问过 她临走前和谭庆相交代了两句 把自己要去的餐厅地址 和电话号码 都留给谭庆相 这才放心出了门 到了圣米歇尔大道 她找到那间咖啡馆 门外坐满了人 全是一个个的小圆桌 桌子直径不过二十厘米 摆上几个杯碟就占满了 反而是圆桌周围的藤边座椅 每一把都比圆桌要大 十几个桌子放置得很随意 绅士小姐们也坐得随意 享受午后咖啡 椅子抵着椅子 是城市里最常见的 拥挤的午后餐会 绅士们只能把握着报纸的手 尽量放低 避免边角蹭到身边的陌生人 阅报者十有七八 沈熙不懂法语 但也猜得到 其中半数会在关注和平会议 她又想到家里堆积成山的报纸 在角落里 难得有个圆桌 只放了两杯咖啡 坐着一位先生 沈熙看着窗边圆桌旁坐着的男人 脚步停住 对方从玻璃反光中看到了她的影子 偏头回视 两位好朋友不约而同地笑了 你竟然还是老样子 陈令官亲自起身 想为她拉开对面的座椅 这里人多 你不要假绅士了 沈熙拦她 她把帽子搁到腿上 喝了口咖啡 陈令官以手肘撑在桌边 笑意满满 等她喝 沈熙去年12月离开纽约 前往巴黎 在邮轮上就给陈令官发了电报 但不巧 陈令官刚启程前往纽约 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两人在海上彼此错过 直到前几日 陈令官返回巴黎 才算促成了这次的见面 当年沈熙离开纽约 没有来得及和陈令官告别 这些年 他们虽然恢复通信 可一直无缘相见 真到了面对面 看到对方的脸 和通信又是不同的感觉了 陈令官不由记起在纽约读书 两人你追我敢 学到入魔的岁月 沈熙是她从心底佩服的人 也是她认定的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挑在和平会议来 陈令官笑着问 在心里还故作神秘 不肯告诉我 沈熙抿嘴笑 不方便答 幸好陈令官知轻重 见她的笑容 就实相地不再问了 有句话 我憋在心里很多年了 你后悔吗 陈令官突兀地问 后悔 沈熙奇怪 你指什么 你在纽约最感兴趣的是心脏外科 也有天分 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心脏学医生 你后悔吗 突然回国 毁了自己的前程 从两人恢复联系后 陈令官就不遗余力地 劝说她来欧洲读书 当听说她放弃去英国的机会后 毫不留情地在心中指责她目光短浅 荒废天分 陈令官对沈熙昔日放弃心脏学的事 一直耿耿于心 难以释怀 到今天仍是如此 沈熙摇头 不后悔 你是在逞强 是真心的 这几年我在国内 单单是救活的人就有上千人 救治的病患早就数不清了 还有 沈熙笑起来 我还给蔡将军的军队送过钱 你看 我也做了不少的事 你本来可以有更高的成就 也许吧 沈熙放弃争论 不在意地喝着咖啡 她放了杯子 我想求你帮我做一件事 我就说了 你是个功利主义者 陈令官仿佛识破了她 愉快地说 找我总是有事情的 不会仅为叙旧 沈熙又一次没反驳 两人在念书时 就是你来我往的谈话方式 从没人肯示弱 接连两次的沉默 让陈令官很不适 我和你开玩笑的 没有你的资助 我走不到今天 只要我能帮的 你只管说就是 而且 千万不要用求这个字 我想 让你为我推荐一位心脏学医生 陈令官恍然 你是想找我的教授 为你的朋友吗 沈熙停了会儿 猜到 是为傅同文 我想 为傅同文找一位主诊医生 他心脏 他心脏不好 这半年来 因为和平会议的波折 情况 笑容在陈令官的眼中散去 我咨询过许多的人和同学 都说你的教授 是临床上最好的医生 最适合 最适合他的医生 沈熙盯着他 我想 恳求你 陈令官摇头 以最温和的方式 表示了拒绝 当初 在纽约公寓外 情绪激动的少年长大了 他学会了控制情绪 学会了尊重朋友 可不代表他能忘记 自己家是如何落魄的 抱歉 沈熙轻声说 不必抱歉 陈令官说 窦晚风告诉过我 他是你丈夫的哥哥 他现在是我的先生 陈令官争了一争 他从同学那里 听说了沈熙结婚的喜讯 还电报责备他 以为他忘记分享喜讯 今日揭破 才知真相 沈熙欲要说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在纽约时 一直反复 要我记住资助人的恩情 陈令官看着他 现在 是想要我还了吗 不 我当时说的话 是想要你牢记 学医的初衷 就许多的人 才不枉费 傅同文给我们的花费 不是要你还他什么 他是个大慈善家 爱过商人 资助过的东西 资助过许多人 陈令官回他 可是沈熙 他对别人是好人 但对我不是 我是个普通人 不是圣人 你如果想要我的教授救他 无必来求我 我试过联系你的教授 可是 陈令官自然知道 他碰到的困难 当然 我的教授早已重病在身 闭门谢客了 所以我才找到你 是因为知道 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 也不要和我谈医者人心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 长久的安静后 沈熙再次说了句抱歉 他预料到这个结果了 可还是想试一试 这条路走不通的话 只好准备起来 前往英国 去见谭庆相过去的教授 心脏外科 是连外科医生 都要避讳的领域 专攻这方面的医生 本就少 能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 更少 他怕到了英国 还是于事无补 沈熙和陈令官不欢而散 他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坡路 往公寓走 两旁都是小咖啡馆 小酒馆 他初见巴黎 是在傅同文送给自己的 一套彩色照片里 那时 他对欧洲的这个城市印象是 街边房子 像摆放整齐的洋火盒子 色彩斑斓的墙面 严丝合缝地贴着彼此 富同文后来提到那套照片 说是自己出到巴黎 花大价钱 问一位记者购买的 他从不令于赞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开放的思想和工业化的成就 赞美下是美好的期盼 期盼中国能有这样绚烂于世的一日 几个小孩子围着辆冰激凌贩卖车 接过自己想要的甜品和汽水 沈西看到也有贩卖爆米花的 他买了一包 贩卖的老者提醒着 指了指他的手包 巴黎是繁华没错 可偷抢也是出了名的 老者见他黑发黑眼 是个亚洲人 走路漫无目的 有点游览的意思 推测他是出到巴黎的女孩子 好心提醒 沈西用和富同文学的法文道谢后 接过纸袋子 回了公寓 他看落地中的时间 富同文还在午睡 便把爆米花放在了门口的矮机上 来接培德的人坐在客厅里 见到沈西立声唤他 少奶 沈西看门口的不闻行李箱 谭先生呢 再和培德小姐道别 在厨房间 沈西到厨房门口 咳嗽了声 不用进来了 我们出去 谭庆相说着 带培德走出厨房 他这次带培德来法国 就是为了亲自把他送到欧洲 再把他交给德国驻法领事馆 没几日 和平会议就结束了 他知道 再没法拖延 就在上周 联系了德国领事馆 定了这星期送他过去 对于这个决定 培德不是没有争辩过 可他能战胜所有的困难 唯独无法逾越一个天欠 谭庆相不爱他 眼看着德国即将被制裁 培德也要担心家里的祖父母 左思右想 没别的法子 才算是答应了离开的安排 培德手里抱着一个食盒 是他要求谭庆相做的中国菜 准备在路上吃 沈夕和谭庆相送他到公寓大门外 不要给这个地址写信 会议后这个公寓会交还给房东 我们也会回国的 谭庆相交代 你们回国后 住在哪里 培德灰蓝色的眼睛里 是藏不住的泪水 说不准 谭庆相说 培德低着头 用只有他们两个听得懂的德语 说了很久的话 沈夕从音调语气里 猜想这是最后的抛白 谭庆相毕竟是富同文的同龄人 经历得多 他始终带着笑 使培德不致太过窘迫 最后 他给了小女孩一个真诚的拥抱 低声 用德语说了几句话 培德眨眨眼 泪水顺着脸颊 落到衣领里 再见 沈小姐 你替我和散烟 说再见 培德轻声对沈夕道别 掉头 上了汽车 汽车消失在街道转弯处 谭庆相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说了什么 沈夕小声问 我不告诉你的话 你会如何 谭庆相笑 会辗转难眠 沈夕和他说笑 像在红墨坊看了一场歌舞 却唯独落幕前离场了 不知结局的滋味不太好 他说 同样是叫培德 同样是跨国恋情 同样是爱上了中国男人 为什么他得不到好的结果 他说 陆总长和夫人的爱情 是命运的暗示 可我却要忽略 女孩子在爱情上 都是相通的 都喜欢抓住一点蛛丝马迹 说服自己 暗示自己好的结果 那你呢 我 你问我说了什么 嗯 我说 谭庆相笑着说 小姑娘 我不爱你 和沈夕想的几乎一致 沈夕和谭庆相 交代了下午的结果 见陈令官的事 傅同文不知道 谭庆相知道 从五月以来 他和沈夕一直在商量这件事 是留在法国 还是去英国 他被傅同文听到 他们在厨房里轻声交谈 人年纪大了 爱回忆 谭庆相说着说着 就提到了那年 在游轮上的事情 唉 那时也是山东 同文还说 他实在不行了 绑了炸药在身上 和日本人同归于尽去 沈夕在外头 还能端着架子 面对谭庆相 架子全散了 心乱如麻 半少 也只是轻声说 我一想到 我们在横滨座里不安 唯恐悟了去美国的时间 唯恐让威尔逊 怀疑我们合作的诚心 就觉得 太可笑 这些话 他不能和傅同文聊 只好在这里随便说说 最后美国选了日本 可笑啊 我们 谭庆相接了话 突然 楼上有戏曲声传来 他们对视一眼 傅同文午睡醒了 我上去了 沈夕说 你尽快联系 你的那位教授 会议一闭幕 我们立刻启程 已经谭妥了 谭庆相微笑着 安抚他 可两人都知道 错过了陈令官这里 是错过了什么 沈夕拿了那包爆米花 寻生 来到书房 傅同文仍披着 同样的一件灰白色长卦 身陷在黑如墨的 天鹅绒沙发里 脚下是软皮拖鞋 壁炉里没火 光穿过玻璃和大半间书房 落在他脚旁 西裤腿上 傅同文下半身 沐浴在阳光里 五官在房间的晦暗中 合着眼 带着一丝微笑 手指在跟着曲子轻敲着 日光太短 够不到他的脸 沈夕知道 对巴黎疫情的失败 他的唏嘘和伤心 远不及傅同文的万分之一 他走违心的路 违心失败 他支持革命 袁世凯登基称帝 忙活半辈子 好似全在瞎折腾 到最后 在山东这里 还是一事无成 注定是要失望 而身边人 去了一个又一个 死了一批又一批 黄泉路上 已是老有无数 沈夕站了许久 静看着他 心里一抽一抽的疼 傅同文在欠身 调整坐姿时 睁眼 瞧见了他 我这个闲人 又在等着你回家陪我了 我早时你还说 难得我在巴黎 见个朋友 沈夕上前 半蹲在傅同文面前 两手捧纸袋 我欠了你许多年的爆米花 还记得吗 傅同文接了纸袋 打开 捏起一颗 丢到嘴里 灰姑娘 他们在纽约 看得手硬 傅同文也给他喂了一颗 柔声道 等三哥回国 要为泱泱开上一百家影院 像戏楼一样热闹 首应日就仿灰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